熊孩子不尊重逝者 最后惨遭报复 前两天我奶奶去世了 在奶奶坟墓前我哭得很伤心 奶奶生前对我很好 有什么好吃的第一时间给我 在今天丧礼上 亲戚朋友正在伤心 突然我表叔带着他家熊孩子来了 表叔平时对我们家很不好 表叔平时就喜欢在外面鬼混 既然来都来了 我就不好说什么 吃饭时 他家熊孩子一直跑来跑去 还时不时大叫一声 我本来想忍忍就算了 过了一会 我吃完饭走到奶奶一向前 你进门我傻了 那熊孩子竟然往我奶奶一向上撒尿 嘴里还吃着 拖着熊孩子走到表叔边前 表叔本来喝了点酒 再加上我打了熊孩子 当场就把桌子给掀了 对我说 小子你干嘛打我孩子 你有病呀 表叔直接说 就为了这一点屁事 老子今天心情好不打你们了 给我孩子道个歉 这事就算完了 我一听当场没气 晕过去便说 你孩子不尊重侍者 反叫我道歉这多少 有点说不多去吧 表叔也不想理我 带着熊孩子就想走 大伙都拦住他 无奈甩了一百块钱就走了 之后 我多次找表叔要说法 可每次都不关而散 我只好将表叔告上了法庭 最终 熊孩子由于不尊重侍者 被送进了韶管所